我国的柔道好手杨雍伟 在杭州亚运男子柔道60公斤决赛 扳倒了韩国选手李夏琳 夺下了对史上的首金 还是台湾亚运史上的第一版面金牌 消息传回了台中 市长卢秀燕非常的开心 也宣布率各县市之先 加码奖励金 获得的金牌者呢 是从原本的15万 一口气调整成100万 而杨雍伟的爸妈 在第一时间也接到了儿子 报喜讯的电话 两个人是感动到爆头痛哭 柔道男神杨雍伟 成功夺得金牌后 也在脸书分享喜悦 这是送给自己 即将26岁的生日礼物 为他自己的梦想 他真的做到了 辛苦他了 杨妈妈眼眶含泪 对儿子的优秀表现 感到满满骄傲 第一时间他也接到杨雍伟 跨海报喜讯的电话 我们两个兄弟抱着痛苦 我努力真的有一个成果 我相信勇伟还会越来越好 真的辛苦他了 他压力太大了 我只是想说叫他 一平常心下去比 不只家人与有荣焉 杨雍伟更是老家后礼之光 台中市长卢秀燕 也在脸书分享 和杨雍伟的合照 同时宣布率各县市之先 调整奖励金 获得亚运金牌 从原本的15万 加码到100万 我相信他之所以会抱多痛苦 是因为他平常的训练 非常的艰辛 所以很想给他一个抱抱秀秀 去年是蛮低潮 世界大学运动会 他那个比赛 看起来手好像有一些受伤的情况 那当时我就在担心 是大运离亚运那么近的期间 杨雍伟母校 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红布条 跨海祝贺 为柔道金牌亚运得主 杨雍伟喝彩 记者组合报道 这个周末就是中秋连假 不少人早就准备好月饼 要送给亲友分享 但是有一名网友 分享一个月饼流浪记 套路自己送了一盒月饼给舅舅 没有想到 就在亲友之间 就这样速度转手 舅舅送给了阿姨 阿姨送给了姑姑 姑姑又送给姑姑的姐姐 最后这个月饼 回到了当事人的手里 好像是完毕归照 让她几乎连月饼都会落叶归根 中秋节快乐 哇 谢谢 这么敢呼 中秋节即将到来 送礼人潮穿梭大街小巷 疫情过后 商办大楼内各公司行号 只见大批礼盒送进送出 有民众在网路分享 自己买了排队名店的月饼 送给舅舅 没想到隔几天 自己也收到一盒月饼 竟然就是送给舅舅的那一盒 是有一点奇怪 但是可能它也不是什么恶意 就是自己吃吧 反正他挑了他自己应该也是喜欢 当事人描述 他买了台式口味的送给亲舅舅 结果舅舅转送给阿姨 阿姨送给姑姑 姑姑再送给自己的姐姐 辗转波折 整合饼竟然完毕归照 又回到当事人手上 过了这么多手 发生这个状况就是比较尴尬 听起来很戏剧性 但不少民众也表示 身边曾出现类似情况 毕竟过节期间 礼尚往来 中秋礼大同小异 短时间消化不完 转送出去也是个习服的方法 可能有人黏过什么某某某 祝你中秋节快乐 被撕掉这样子 只要内容物是好的 OK的 OK的 上面黏再多的痕迹都没关系 而当事人在网络上的分享 更让网友笑翻 几乎一盒饼被五个人割爱 在家族内兜一圈 真的是一盒涌流传 一份月饼发挥五倍的效益和价值 反正礼多人不怪 不管怎么兜兜转转 最重要的还是那份贺解的心意 接着说成节台中报道 入伍当兵送什么最受青睐呢 来看到台中市政府 准备了限定的迷彩电子表 分成陆海空三种颜色 大受欢迎 连桃园市政府也跟进 除了送表还加码后背包 而至于其他六都 台南送一卡通 台北 新北 除了电话卡 背带 口罩 酒精擦 还有盥洗包 而至于六都外的云林县 送的是电话卡 还有造型水壶 外岛的金门县 可是最大汽油 电话卡 超商卡 个人印章 还有两千块钱的红包 另外还包括了 送到台湾本岛报道的 免费机票 当兵现地的入伍里 种类众多 五花八门 全是各县市政府送上的心意 其中这一个大受欢迎 陆海空不同军种 不同颜色的迷彩电子表 就是要让当兵的菜皮八门知道 拼了命千万别迟到 平常可能使用的是一些机械表 或者是一些Apple Watch这些功能 它可能在计时功能上就没那么直观 闹钟的功能对我们来说非常有帮助 军队里头就是要准时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纪律 入屋里六都比一比 台能送的是一卡通 台北新北出的电话IC卡 还有背戴口罩 酒精擦和盥洗包 各公所还会加送帽子文件带 至于桃园也跟进台中送表之外加后背包 而六都之外 云林县送电话卡和造型水壶 最阔气的旧属金门县 除了基本的电话卡 超商卡及个人印章 还有红包2000 乡镇公所也会各自加码现金 却连飞往本岛的单程机票 信服也阿萨里统统买单 毕竟当兵是成年男子的人生大事 各县市政府绞尽脑汁 送礼不但要使用周到 还得送进新谈礼 记者 综合不到